我忘记怎么谈恋爱 我还太久了 不得觉得台湾男生会谎 不会啊 全世界的人都说 台湾男生都很嫉妒 我觉得就蛮 嗯 麻衣正爱沙响永泪崩 赞台湾男生体贴 忘记怎么谈恋爱 我们欢迎麻衣 你们都是纵着我来的吗 纵着我来的 纵着我来的 就是一辈子很珍惜的一个朋友 嗯 魂魂没再公开露脸的麻衣 其好为了替闺蜜爱沙新节目站台 须旧未尽的两人一见面就泪崩 同时呢还有大彩蛋 那就是结散超过20年的Sunday Girls 再度合体啦 此一辈子要有点点说 春时的爱人随时想念我 不能说你没空 每天要陪我 麻衣2014年嫁给台塑集团长曾王全仁 三年便传出婚姻触交 悄悄回到老家东京定居 直到去年才打跨国离婚官司 我现在很好 疫情也结束了 以后可以从来台湾 当时王全仁为任律师 主张他只是上班族 年收入大概450万台币 每月只能给蚂蚁 约6万台币的生活费 但蚂蚁有人爆料 王全仁一度断他金元 借靠南方爸爸王温娘代为支付 三年婚姻期间花费 还有实报实收 那那个过程中你有委屈吗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 就别人都放下吧 光是这个事情就 你知道我做 协议的条件不能讲 但是你满意 不能讲 那个配偶栏是 还没有空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会想要回来圆圈吗 也是要看到 因为我不知道 会不会大家会 会不会送欢迎 会啦 大家可能很想你 现在蚂蚁 有这么漂亮 可以来台湾跟大家见面 很开心 跟蚂蚁之后 谈感情 会有阴影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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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的 蚂蚁 蚂蚁 可能会有追求者 就会有 开美了 希望有啦 我忘记怎么打电话 你会太久了 你有可能再踏入下一段婚姻 再结婚 就更上众的话吧 会不会觉得男生好慌 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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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件的人 都说 台湾的女生都好 你觉得很久了 海蚁是不会想要在 就是有另外一半 我是一届都顺其次 每件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都是有意义的 那我也不会限制说 因为发现了什么事情 所以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现在感情状态是 感情状态是 有拍照吗 有 他有 有吗 真的吗 谁 不是 还会拍照啦 还会拍照啦